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这个时间千万不要玩手机 高僧说这样做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由于一心多用 势力延长上厕所的时间 使身体消耗更多的精气神 光线阴暗 伤害眼睛 空气污浊不堪等 而且更严重的是如果内容涉及到佛法僧三宝石 会损服获罪 映祖在文抄中开示 金人是否精如固执 经案上杂物与精乱堆 耳手不惯洗 口不树荡 身或摇摆 足或翘举 一切肆无忌惮 而欲月经或服灭罪 唯欲灭佛法之魔王 为之正名赞叹 为其活破圆容 身和大成不执着之妙道 真修实践之佛子见之 唯有黯然身伤 山烟出涕 皆其魔隽横行 无可如何而 我们虽然并没有用脏手去接触实质版的经书佛像 但想想我们的举止与印祖文抄中所提的又有何意 甚至更甚 作为一名敬业学人 上厕所实 如法的做法是默念佛号 行著作卧 着衣吃饭 大小便利 君云心中默议佛号 荧光法师在文抄三边上厕付诸 众华居士书二就记载着 若睡我大小便早身着足等 即经过臭惠不结之地 据于默念 不可出生 出生则变为不公 默念则功德一样 还有曾广上册与徐福贤女士书上记载 平时须于洁净处 依观整齐时 或出生念 或默念皆可 为睡眠 即大小便 裸体早日时 只可默念 不宜出生 若遇刀兵水火灾难 则认识何地 何种行仪 皆需出生念 以出生比默念更为得力故也 应祖慈悲 已将何时何地出生念 何时何地只能默念 什么情况下必须大声念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知了我们 因此真正落实 今年相继 唯有从点滴抓起 修行的核心是什么 念佛到底要怎么念 修行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也不是修给佛菩萨看的 佛菩萨只是指导我们怎样改善生命 但真正的时间要靠自己 而时间又离不开证件指导 这就需要从调整观念开始 不同的观念 会形成不同的心态 产生不同的行为 而这种行为又会使相关心态得到长阳 两者是相互增上的 如果我们不是以正确的发心念佛 即使念得再多 和修行还是不相干 因为发心之初就已决定这一行为的属性 所以 修行核心就是培养正念 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念 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念佛同样如此 我们需要知道念佛的重要性 并懂得以正确发心和有效方法去念 具备这几个条件 才能念得相应 念得有力 在保质的前提下 还要保量 前面说过 修行的原理就在于摆脱错误 重复正确 这种重复 需要千百次 千万次地进行 使正念力量不断巩固 如果质量虽好却没有数量的保证 正念也无法形成规模 无法成为对抗望面的主力 那么最终主导我们生命的 依然还是望面还不是正念 佛法是佛陀为我们提供的智慧观念 指导我们对未来做出正确抉择 我们要痛苦还是快乐 要轮回还是解脱 如果沿着固有的习惯继续 结果必然就是轮回 如果要将生命导向解脱 则要建立和解脱相应的心态 不论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离不开基本的认知 都需要认识到生命无常 认识到轮回事故 认识到三宝的无量功德 从而生起信心 这些正念 直接关系到佛法在我们生命中 究竟能产生多少影响 因此千万不要再像现在这样 对待佛法保持随便的态度 再上厕所 碎片化时间不要过多地停留 一心多用 不然损耗心神 念佛也没有了意义 二 修行的人切记成为手机的奴隶 从上述可知 可以知道手机和网络在给我们学佛修行 带来便利的同时 其实也给很多佛弟子带来了困扰 甚至给修行生活带来严重干扰 红仪大师曾向跟随他学习纪律的法师们 讲解如何改正不良习惯 其中第六条的内容是 不月报 其理由是 各地日报 社会新闻栏中 关于杀盗盈望等事 记载罪响而淫欲诸事 由描摹尽致 虽无淫欲之人 长阅报纸亦必受其薰染 此为现代世俗教育家所痛牌者 故学律诸道律 竟以自己撒新不阅报纸 如今 互联网的发展 让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除了各种资讯外 也充斥着各种暴力 色情的内容 而手机作为其中的一个媒介 自然也被很多人诟病 于是 不少佛弟子就把电视 电脑 手机看作是现代生活的三大魔 很多佛弟子在使用手机和网络的过程中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有些可能是有害的 会导致心念散乱 如果定力不足 就会对身心造成伤害 比如 有些佛弟子使用手机 可能原先的本意是好的 为了学佛修行 但时间一长 就养成了手机依赖症 整日手机不离身 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不说 严重的话 甚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干扰了自己的学佛修行 而且 网络上传播的很多佛学知识 见闻 良有不齐 有正信的佛法 但也有不少打着佛法擦边球的邪见 例如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 强调算命 灵异 神通等 对佛法意志半截者将难明辨 一旦缺少正确的引导 很容易就中了邪法外道的圈套 误入邪法而不自知 冷言经云 心能转悟 即同如来 所以 作为佛弟子 在学佛修行的过程中 如何看待手机和网络 关键在于我们的心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 手机 电脑 网络等工具的作用 能够让我们迅速获得各种信息 给我们学佛修行带来便利 绝不可简单 偏激地排斥和拒绝 另一方面 也应该警惕和认真面对手机等电子产品 可能带来的危害 对我们学佛带来的困扰等等 对于佛弟子来说 手机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 工具的使用 操之在人 关键在于我们自己 如何扬长弊短 考验的是使用者的毅力 定力 我们作为佛弟子 在学佛修行的过程中 要学会利用种种现代工具和现代技术 比如手机 网络等 但又不能变成手机的奴隶 在技术发展便捷的今天 更应该勤修界定会 打好文思政法的可靠基础 应界升定 因定而升会 开发我们本具的智慧 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 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方便修行的工具 不贪着 不迷恋 同时要懂得分辨各种无浊 散乱的信息 比如每天规定一段时间关机 定时定量上网等等 在高度自律的同时 将我们的时间更加合理运用 给自己的学佛修行 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 手机自然也能成为佛弟子 学习佛法 传播佛法的力气 因此 网络有力有弊 只有合理的使用 才能够发挥出网络的最大作用 但是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其中 只会阻碍自己的修行 让自己成为手机的奴隶 久而久之 身体就会被欲望吞噬 生生世世都会受到折磨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